對 燒肉飯…高雄 太多名了 燒肉飯 對啊 而且其實高雄他們是 他們應該是勞力命運的產業 以前啦… 現在是很富裕的 對 但是這邊的美食就比較不一樣 因為它吃飯要很快 然後又要經濟實惠 又要大 小哥大 而且這家店45年了 45年 這麼厲害 比我老了15歲 這一家賣了45年的燒肉飯 深受在地鄉親的喜愛 隨時都很多客人耶 門口的炭火爐不斷飄出香氣 不管是沾了醬汁的肉片 還是雞腿 每一樣都烤得油油亮亮 閃閃動人哦 這個燒肉 聽說是用優質的鯉雞肉 對 加上花冬玉的米對不對 老師來吃吃看 薄薄的… 它那個醬汁油亮油亮的 很入味哦 炭燒的香味 炭烤的香味好不好 其實它用這種燙火慢烤 所以它的那個可以保留 雞肉本身的那個原味 生冬菇哦 它薑片有帶一點甜味 所以可以 有時候你會覺得燒肉太油膩的話 它其實配一點薑片 它可以解除它的油膩 但其實它這個燒肉真的好入味 好好吃哦 對 有沒有 那你這個什麼魚啊 我這個 是這個 濕木魚 一般都是什麼旗魚 這個比較不一樣是濕木魚 它也是用那種炭火烤的 所以你看它整隻魚 透度非常的夠 一般我都是吃煎的 對 第一次吃到烤的 對 烤的 其實它我覺得它是用烤鰻魚的手把 放在濕木魚的身上 它烤到那個皮有點帶一點焦味 對 它烤魚可以其實 你也可以擠一點檸檬 還有帶一點酸 其實有更好吃 對 它讓你一巴不然想要一口接一口 對 而且一般來說 你會怕那魚有魚腥味 但是沒有 沒有 它那個醬汁是用獨棚的醬汁 先來哦 先來哦 來 這是雞腿給你 Q好了 好香哦 你看它這個整個雞腿的顏色 油亮 油亮的 你可以感覺它很Q啊 大家可能吃過南京的板鴨 它這個雖然是雞腿 它能肉的那個緊實感 跟那個嚼勁 跟吃那個板鴨感覺是一樣的 但是沒那麼鹹 甜甜的 對 它自己開出來好口味 對 而且你其實仔細看 它這個雞腿 你會覺得它的那個醬汁 應該會 應該會過鹹 對 但其實不會耶 它的那個米飯也非常的Q 而且不會爛 花東的 優質的玉米 好棒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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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